比星际飞船还牛 美国媒体认为 中国的长征9号将变身为可重复使用的超纵型运载火箭 观众朋友 网友朋友 大家好 我是福建少 由马斯克创办的美国太空探险技术公司 研制了星际飞船 被认为是人类下一代太空探索的发射载机 意计它将代替猎鹰9号 猎鹰重型运载火箭等等 虽然星际飞船 不断的在放烟花 但距离投入实际使用仍然距离很远 其成功之日或许就是美国太空科技大幅领先中俄之时 然而美国的太空新闻最近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中国的运载火箭制造商正在设计中 完全可重复使用的长征9号超重型火箭 这是中国未来大型太空项目所需要的 报道称 中国新研制了可重复使用的甲烷液氧运载火箭 计划在2035年准备就绪 这表明中方正在寻求对其太空运输计划做出重大改变 中国政府去年批准继续开发长征9号超重型发射器 该项目原计划在2030年投入使用 以便促进包括国际月球研究站在内的中国大型项目 长征9号将由三级火箭和四个助推器组成 第一级和助推器使用煤油和液氧推进器 然而长征火箭系列的资深首席设计师 最近公布了一个完全可重复使用的两级发射器的新概念 直径10.6米的发射器的第一级 将由26个200吨推力的甲机氧发动机提供动力 它们能够将150吨的有效载荷送入低地球轨道 而地球同步转移轨道的运送能力达到65吨 新的长征9号将在2035年之前准备就绪 并且可能以常规的一次性使用的版本并行研发 而该型火箭的最大变体简然包括第三级 其总长度为110米 起飞质量为4122根 这个新概念的设计 以长征9号的一次性使用的模型 和去年推出的具有可重复使用功能的第一阶段的版本 截然不同 完全可重复使用的方案 现在已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目标 甲烷液氧在性能方面具有优势 并减少了烟灰形成的结胶的问题 以保证其安全回收后可重复使用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旗下的中国推进研究所 一直在研究甲烷发动机 这使得改变计划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行的 具报导一种5米直径的可重复使用的火箭 将用于替换第一代的火箭 以及最近10年所使用的以煤油为燃料的长征火箭 消耗性的一次性使用的长征9号运载火箭 预计其长度在103米 它具有直径10米的核心级 发射升空时的质量为4140吨 并且能够将140吨的有效载荷送到近地轨道 或者把50吨的有效载荷送到越地转移轨道 2021年推出的可重复使用的第一阶段版本 配备有16个360吨推力的发动机 没有捆绑助推器 而可重复使用的长征9号 其直径为10.6米 长度为110米 起飞质量为4122吨 以早期计划的能力相匹配 据估计长征9号可重复使用的版本 或许是为了支持中国建设天机太阳能发电站计划 以及超大型的太空站计划和月球基地建设计划等 美国美体称中国计划在未来要开发地球和月球间的经济 预计到2050年前后 中国每年在地月空间经济区的总产值 可以达到10万亿美元以上规模 另外中方完成天地运输的努力 还不仅仅是集圈于可重复使用的火箭 更厉害的还包括能够从机场起飞的太空飞机 例如腾云工程等等 可以说未来中国的航天事业 无论是垂直发射有效载核 还是水平发射有效载核 都将取得重大的进展 从而在空前领域占据世界航空航天产业的制高点 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